除了绿色装修 更多本地屋主也开始重视 住家的能源是否环保 近来呢就有不少有地住宅的屋主 决定在住家安装太阳能板 希望能够利用太阳能为住家发电 本地银行也特别的让这些屋主 以借于0%到2.7%的优惠利率贷款 购买太阳能板 获得屋主的热烈反响 新加坡四季如下 阳光充足 不少人也开始意识到太阳能的潜能 受访的本地银行表示 有越来越多屋主把世界转向太阳能 不仅只是为了环保 近来电费上涨也是一大原因 购买太阳的购买太阳能板 最新的数据显示 由于燃料成本上涨 本地住家每个月的电费预计平均增加了3.1% 这也促使更多屋主选择采用太阳能 大华银行透露 银行所推出的太阳能板贷款计划 便获得消费者的积极响应 在计划下 有地住宅所生产的太阳能 去年同比便增长了超过三倍 所提供的贷款总额 也在同个时期上涨了超过两倍 银行自2019年开始 便投本地多间太阳能公司合作 为有意在住家安装太阳能板的屋主 提供零利率的分期付款计划 其中一家太阳能公司便透露 公司过去半年所接获 有关在住家安装太阳能板的询问 比起疫情前增加了五成 公司表示 除了环保意识提高 电费上涨等因素 简单的申请程序 也是吸引屋主采用太阳能的原因 只要屋主向银行表达意愿 公司就会接到银行的通知 并联络屋主 我们会给客人一个技术和价值提供 最重要的是 这个提供会显示 多少钱是预测的费用力 多少钱是保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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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于告诉他们 超过25年 多少钱是保护的 一般来说 本地的有地住宅的屋顶 能够安装10到20个太阳能板 有的甚至是选择安装多达50个 一般我们都会到现场 进行各种详细的测量工作 然后就是留意一下电缆的布线 和容易被影子遮到的地方 我们会考量安全 还有政府的各个要求 比如说关于那些消防通道的要求之后 我们会尽量多的 在屋顶上安装了太阳能板 有屋主就透露 自从在住家安装了太阳能板之后 每个月所省下的电费 至少有310元 是总住家电费的大约一半 现在我们买的力量 是23元 每个月 我平均月份的费用 是630元 现在 我赔到胸肌 我赔的是 宇宙 我赔的是 我们赔的赔赔 所以我赔赔的力量 我赔给他们的力量 我赔的费用力量 我的月费用胸肌 现在有$320元 由于花了27000元安装太阳能板系统 这名屋主预计得花上七年才能回本 不过对他来说 在住家采用太阳能并不纯粹 只是出于经济考量 尽管政府目前并没有拨款提供任何津贴或补助金 鼓励民众采用太阳能 但是在能源市场管理局所推出的计划下 采用太阳能的屋主 能够把多余的电力卖回给当局 并享有电费折扣 是的 全球暖化问题日益严峻 采取环保的措施刻不容缓 这不单是为了自己 因为我们的下一代 营造更加理想的居住环境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城光第一线 也欢迎您到八十届新闻网 重温节目 我是黄秀玲 我们明天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